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也是名副其实的顶尖高手 击败周芷若不费垂灰之力 可见其实力 八大高手的弟子之中 最多的也就是一流高手 超一流高手就是北下郭靖 虽然他是洪七公的弟子 最后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但是郭靖的武功很杂 他能有后来的成就 马玉 周伯通等人也是起了很大作用 所以郭靖的成就不能全算在洪七公头上 就算说洪七公交出一个郭靖 当时郭靖毕竟只是洪七公门下的二代传人 但是黄山女最少也是杨过的三代甚至四代传人 能够保证三代传人中能出现顶尖高手 只有杨过一家 算是绝无仅有 洪七公最懂得英才师教 在教郭靖和黄荣时就分别传授了他们不同风格的武功 面对郭靖这样老实憨厚 没什么鬼心眼 但是肯苦练的人 洪七公就教他降龙十八掌这种至刚至强的武功 面对黄荣这种绝顶聪明的小女生 就教他灵活性强 虚虚实实的逍遥游掌法和打狗棒法 而且逍遥游掌法和黄荣师的武功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黄荣也是来一遍就会了 很多老师嘴上说着什么英才师教 其实没几个真正做到的 能把自己的武功倾囊相授的就已经不错了 更别说英才师教了 实际根本不管自己的武功合不合适自己的徒弟 最后弄得自己的徒弟们博而不惊 大多平庸 洪七公不仅对郭靖英才师教 还重视思想教育 他的三观很正 在二次华山论剑时 郭靖进入了人生最迷茫时期 眼看着因为乱战而死伤无数 他自己却无能为力 不知道武功到底是好是坏 甚至有放弃修炼武功的念头 当时在华山上已成众矢之地的求千任 质问众人 哪因为生平没杀过人 没犯过恶行的 就请上来动手 在下引进就死 如此一问 包括伊登大师 周伯通 英姑 郭靖 黄荣等在内的一众高手全部不吭声 各个心中有愧 没读红七公义正言辞 正义凛然的训斥求千任 他一生杀了二百三十一人 全都是作恶多端之辈 绝对没有杀过一个好人 红七公的正义瞬间让迷茫的郭靖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让他明白修炼武功的真正目的就是用来惩恶扬善 面对大奸大恶当然要杀 面对贫困弱小也要救 这次如果不是红七公当头棒鹤 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大侠郭靖了 天下第一王重阳 在兽徒方面却让人不满意 毕竟王重阳的徒弟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他十分之一的高度 这是王重阳被人诟病的地方 可以说 全真妻子变成后来那样和王重阳确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也不能完全说王重阳的责任 首先 王重阳在没有传授先天宫和九云真金的情况下 依然交出了邱楚吉 王楚仪和马玉这样的高手 赵王府一战 邱楚吉先是一个人独斗欧阳克 彭连虎和沙通天三人联手不落下风 而马玉独发之后更是以一敌武 可见武功远在欧阳克之上 要知道刚刚学会降龙十八掌的郭靖都不及欧阳克 并且邱楚吉和江南七怪斗了个旗鼓相当 而梅超峰面对江南七怪略占上风 可见梅超峰和邱楚吉的实力相差不是很大 而老五决的二代弟子中能稳赢邱楚吉的恐怕只有陈玄峰了 另外 王重阳培养弟子重点并不在武功上 而是在学道上 他想让自己的弟子通过学道传道 造福世人 正如周伯通所说 邱楚吉是全真教武功最高的 却并不受王重阳喜爱 而马玉学道学得最好 却最受王重阳喜爱 不能说王重阳不对 毕竟学道终究比学武更能造福世人 但是王重阳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懂得因材施教 像邱楚吉这样喜欢学武功的应该多传他一点武功 毕竟身处乱世 没有高强的武功终究会被别人欺压 王重阳为了大义牺牲了小义 而全真妻子就成了牺牲品 周伯通对武学的追求可以说是发狂发痴 他被困在桃花岛山洞15年 自创72路空明权和左右护博树 又不小心学会九阴真经上的武功 可以说是射雕后期的天下第一 他作为老师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九阴真经传给了郭靖 而对于自己的徒弟伊律奇却是关注甚少 九阴真经是当时第一武功秘籍 当时王重阳读得真经以后 却不允许全真门下弟子修炼 几经辗转九阴真经下卷落入梅朝峰之手 他修炼了下卷中的几种武功 周伯通自己不能修炼 为了见识九阴真经威力 他就选择套路郭靖 指导郭靖修炼九阴真经 而郭靖后来从伊登大师那里破解总纲 同时为了救治红七公和伊登 又把总纲告诉了他二人 为二人疗伤致病 九阴真经影响力可见一般 周伯通能不惜余力地传播往生之绝学 也不愧为一代名师 美中不足的是 虽然周伯通成就了郭靖 但是并没有教好叶律奇 更没有管好邱楚基等人 他作为师父只是意识兴起 水平只能说不高不低 白驼山的规矩 功夫只传一脉 当时欧阳峰把侄子欧阳克教得还是挺不错的 在老五爵的二代弟子中 欧阳克刚开始仅次学了 九阴真经的黑风双煞和邱楚基 武功和王楚一差不多 比学会降龙十八掌的郭靖稍微强一点 欧阳峰还是不错的 把自己的武功对欧阳克亲囊相受 如果不是因为欧阳克沉迷女色 又被黄蓉设计砸断双腿 最后被杨康所杀 他的实力应该能提升更高 将其放在第五位 主要还是他不仅没有对欧阳克英才失教 更是没有对欧阳克严加管束 使得欧阳克起点很高 却在短时间内被郭靖轻松超越 最终还因为沾花惹草被暗算 总体而言 他前期把欧阳克培养得也算不错 这一点比黄老邪和伊登都要强 这两个人可以同时说 因为这两个人交徒弟的水平都差不多 可以说黄老邪绝对是最坑弟子的第一人 梅超峰和陈玄峰背叛师门 他不许抓他们至罪 却把其他弟子都弄成残废 然后赶出桃花岛 这种迁怒他人的本事 着实让人生畏 而最终造成的结果 就是桃花岛没有了传人 不过考虑到曲林峰在断腿的情况下 还能跑到皇宫去偷东西 而陆成峰在断腿的情况下 还能轻松秒杀杨康 可见东邪交徒弟的水平 还在南地之上 毕竟虞桥更独四个人 打不过阴姑的表现实在差强人意 可见伊登大师也没有真正去用心受徒 如果陆成峰和曲林峰没有残疾 武功肯定不在欧阳克之下 只是遇上这样的师傅 只能说是他们的不幸 郭靖的武功在八大高手里 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二十多岁的郭靖身兼降龙十八掌 九云真金 空明拳 左右护薄树 拳真派正统心法 中年郭靖把九云真金和降龙十八掌融合 使得每一掌出去都有十三道后劲 这一点连红七公都做不到 可以说郭靖不到四十岁 就超越了欧阳峰和洪七公七八十岁的武学成就 金庸先生的武学世界里 顶尖高手没有拳帕少壮这一说 扫地僧 张三丰 封清阳 独孤求败 都是越老越无敌 三十多岁的郭靖 能压制七十多岁的欧阳峰 可见郭靖的武功非比寻常 但学得好不一定教得好 郭靖的弟子和儿女武功一个不如一个 耶律奇只学会了降龙十四掌 大小五每天就知道跪舔国夫 武功估计还达不到当年 猴通海和沙通天的水平 本来遇到杨过可以作为自己的传人 却又将其送上中南山 郭靖的本意是好心 想让杨过走自己的路 但是郭靖犯了一个大错 自己合适的路不一定适合别人 郭靖先生错过了自己的传人 郭靖的儿女和弟子中也就郭香的成就最大 可惜郭香的武功基本都是靠着绝远大师传他的三分之一的九阳神功 和郭靖关系真不大 所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名师真的很重要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